科班的一通电话 直接打到金普聪的私人手机 但这个动作让他很诧异 为何会诧异 就是因为拨电话的人 是科班发言人陈志涵 金普聪认为双方不认识 应该寻求沟通管道 猴伴也还原当天状况 在蓝白会前会结束后隔天 科班发言人陈志涵打给金普聪 但两人不认识 不应该直接打电话 但也强调有心人士戴风向 认为猴伴对民众党不友善 毕竟这消息是从科正营传来的 幕僚之间的沟通过程 不需要特别的琢磨 对此陈志涵本人不多谈 团队表示不需琢磨 而学者分析从小事情 看得出两党本质差异 在这种伦理当中 在辈分当中 国民党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但民众党来讲 他的这种组织比较扁平化 如果你心里头的这个态度 是想求全的话 这种小知小节 不应该会被计较才对 确实整合时间有限 双方都在比谁气场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不断的堆叠善意 任何的放话 或者是任何的情绪上的发言 都是不对的 也不应该的 只是这善意 现在看来就像堆积木比赛 你抽我一块 我也回抽你一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